超过了40美元,也就是超过54新元,令人有点难以想象 不过呢,这并不是一般的水,而是用作癌症诊断标记物的负氧水 这种世界上最昂贵的水,也叫氧食巴负氧水 是进行正子段层扫描和电脑段层扫描时,注入体内血像剂的主要成分 用来诊断癌症的标志物 以前,韩国所有的氧食巴负氧水都必须进口 不过,现在韩国科学家成功利用激光分离技术,在国内生产氧食巴负氧水 科学家表示,激光选择性的分解只含氧食巴的气体 韩国原子能研究院是全球首个研发激光分离技术的团队 并把该技术转移到一家创业投资公司,用作商业用途 外国公司所用的传统蒸馏法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生产出制成品 而新技术只需要一个小时 这意味着,在韩国进行正子断层扫描和电脑断层扫描的价格会下跌 而韩国也可以把氧食巴负氧水出口到海外 那么,很高兴